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场 今日说法 四岁女孩上幼儿园被要求进行特殊体检 女孩子真的是需要一份健康的体检的 这样就是变相的一切 自以为不为人知的秘密又为什么被泄露出去 今日说法为何出泄密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部 卫生法学教研室的王岳教授 王老师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小美 今年只有四岁 小美的父母年龄也不大 三十岁上下 但是小美常年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 因为小美的父母都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 正是因为父母的特殊身份 小美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在小美母亲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 夫妇俩同时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当时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孩子的安危 小美刚出生时 他们不敢给小美做检测 小美的家住在云南边陲各旧市 小美的父母因为曾经吸毒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现在他们每天靠服用美砂酮戒毒 并服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因为吸毒的历史 小美父母在这个小城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除了领取低保和做一点女工挣钱 一家三口生活全靠小美的爷爷奶奶 因为害怕社会的更多歧视 小美的父母只愿意躲在阴影里接受采访 但他们希望小美能像其他普通的孩子一样 在阳光下快乐地长大 可是今年五月 小美进入幼儿园后发生的一件事 却给孩子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是在小美上幼儿园小班刚刚一个月后 园长就把她从小二班调到了小一班 其实园长给孩子调班另有原因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给小美的家长说 有一天有一个家长就来找我 他说园长你知不知道这一家 他父母是以前是吸过毒的 我说他孩子是正常 就是经过健康体检入园的富有保健院 然后他就说他父母是在我们社区是备案的了 因为就是好像就是说这个病例 你不相信你可以到社区去查一下 因为我跟社区那个书记关系特别好 他说我没有权利去查 因为那是个人的隐私 园长办学多年 也是第一次遇到反映孩子家长 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情况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他说反正我孩子跟他在一块我不放心 我要求你做出处理 我们家孩子不用跟他在一帮 因为假如说每一天他把我抓 把我家的孩子咬了抓了 我怎么办 要是血液传染我怎么办 正是由于其他家长的要求 园长不动声色的给孩子调了班 但孩子的心是敏感的 父母和老师都感觉到了小美的变化 有一天呢其他孩子呢都回教室去了 他就一个人就故意就留在最后边 老师他就看着我 我说怎么了 后来他就说老师我不想在小一帮 我要回小二帮 当时我就心里面双双的 我也不知道要该他拿他怎么办 我就说等九月份老师帮你调 他说好 可是还没等园长想出办法 几天后又有小一帮的家长 因为同样理由找到园长 一个因为小二帮的这一家家长 可能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来找我 我就在想这件事怎么办 因为这孩子他是无辜的 我应该要拿他怎么办呢 六月三十日那天星期五 小美的父亲接孩子 老师叫住了他 明天我们要一天装修 就放假了 你们从明天开始就 我先说了 你是不是用了那个体检本 体检本就交给我 可是第二天 小美的父母却发现 小美同班的孩子并不知道放假 碰到跟他在一个班的一个小孩 那天的家长就说 老师没有通知我们了 第二天就去他们的那个幼儿园 我就站在那儿看 为什么其他小朋友的全部是上学 周一孩子的老爷父亲奶奶 一起找到幼儿园 想要问个究竟 我就把经过就讲了给他听吧 没有什么人知道 包括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 只有医院还有这个社区之道 突然发现自己以为保守很好的秘密 竟然广为人知 小美的父母很惊讶 他们告诉园长 孩子一岁多就曾经做过检测 结果是正常的 但园长表示 希望他们能拿出检验报告 假如说哪一家孩子再来找到我 他不愿意给你家孩子赚一块 一个帮我就可以出进你们家孩子的身体健康体检表 从此就堵住了家长的罪 回到家 小美的父母心情很矛盾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是最好的保护孩子 后来他们还是带小美到医院做了检测 结果再次证明 小美确实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 拿到了这份报告 小美的父母却改了主意 他们不想把它交给幼儿园 小美的父母认为 幼儿园不该因为其他家长的猜测 就要求小美检测艾滋病病毒 这对小美不公平 事后父母给小美转到了另外一家幼儿园 同时转到法院起诉 认为小美原来的幼儿园 侵犯了小美的受教育权 要求幼儿园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抚慰金一万元 接到起诉 幼儿园园长感到很委屈 你孩子真的是需要一份健康的体检表 然后我是在等待你 我不是在说 你不拿来我不收你 同时就能不能要求孩子体检的问题 园长也专程咨询了几个相关部门 得到的答案却不尽相同 看来从孩子们的家长到幼儿园园长 再到各旧市卫生局教育局 大家都在担心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假如一个孩子是艾滋病患者 或病毒携带者 他能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幼儿园呢 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艾滋病防治条理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呢 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 享有的婚姻 就业 就医 入学等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 大家知道一般的知道 什么性传播 母婴传播 血液传播 所以那些家长就问了 说万一我们两个的孩子在一起 抓伤了 或者咬伤了 是不是就有这种危险 要知道呢 就是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呢 必须是由企业交换 病毒携带者的血液 那个到了这个 我这个正常人的这个伤口上 我也有破损 这样才能够传播 就是他没破损 或者我没破损 都不会传播 对对对 就两个同时破损 而且产生了交换 才会传播 对对对 现在我们国家呢 估计有70万感染者 现在只发现了20多万 也就是还有40多万的感染者 没有被发现 他本人都不知道他感染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谁说谁是保险的 是吧 谁能说自己是保险的 是处于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 谁都不可能下这个保证 那么只有了解了艾滋病的知识 掌握了艾滋病的知识 哪些行为传播 哪些行为不传播 你只有做好了自己的防范工作 这才是在根本的 在正式开始今天讨论之前 我想有一组数据 应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 在今年9月份 最新的一项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做的调查统计 在中国的6个城市 选了6000个样本 来做调查 结果30%的受访者认为 感染艾滋病的儿童 不应该和正常儿童一起就读 而且还有48%的人 不愿意和艾滋病的感染者 一起进餐 调查的最终结论是 目前社会对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仍然存在严重歧视和普遍误解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我想和小美一起在幼儿园的那些小朋友 他们的父母表现出来的担心 我们是能理解的 现在的问题 幼儿园的这种提法 我要小美的检测报告 有没有法律依据 幼儿园 实际它是不应该向入托的孩子 或者他的家长要求进行这种检测 目前我们对艾滋病的检测 强调的是自愿的 包括06年的艾滋病防治条例 规定 无论是感染者还是病人 包括家属 只要他们去入学 接受教育 都不能够取决的 您刚才讲到艾滋病防治条例 在这里面有没有说 在什么情况下 要求他应该做这个检测 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如果不检测 它确实会危及到公众的健康安全 比如说腺血 精子卵子的捐献 这个都需要 器官捐献 所以只有法律明确规定 必须检测 那么相关的当事人才有权利 要求这个社会个体去进行这种检测 小美的父母 在把幼儿园告上法庭的同时 还有第二个被告 第二个被告会是谁呢 居然是当地的居委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讼 来看后续调查 小美父母认为 是他家所在的居委会 向外泄露了夫妇俩 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隐私 要求社区居委会 和涉嫌泄密的居委会负责人 当凭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抚慰金一万元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 就是居委会主任 或者说居委会泄露了你们的信息 一个就是说 幼儿园人说了这个话 家长反应 他说 你不相信你可以到社区去查一下 因为我跟社区那个 那个数据关系特别好 曾经有一家报社记者 找到居委会 假称自己是某幼儿园负责人 接到了小美要转来入园的申请 试探性的询问小美一家的情况 在相关报道中 记者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对话 一位张书记 没有让记者出示任何证件 就回答 这个我认得 小娃娃没有问题 记者进一步询问父母的情况 得到的答复是 爸妈是携带者 并且确认了名字 那么对这些情况 居委会是如何解释的呢 居委会主任否认幼儿园其他家长 得知小美家信息 是他们泄露出去的 至于告诉了那位 假称幼儿园负责人的报社记者 居委会主任解释 他们是出于好心才说的 小美的父母说 居委会之所以了解他家的情况 是因为自己在申请 享受低保的过程中 说明了病情 记者在民证部门了解到 民证部门向艾滋病病患 及感染者发放低保 都要通过居委会上报 像这些人我们都考虑 没有像社会公司这些人 只要他能自己来 提供医院证明的证明 他自己是感染者 而且要他感染者以后 我们就自己 社区里面自己去审栅 那社区里面有几个人 掌握着这个信息呢 可能书记主任 掌握着这些信息 有一个登记人 有一个专门负责这个人 他可能就知道了 他会主任 可能不是主任 可能不是主任 负责低保工作的 这个不是主任 就是他可能 有一点都没知道 在为艾滋病患者 及感染者申报低保的过程中 居委会通常至少有三人 会知道病患的信息 但是关于居委会人员 该如何保密 还没有细节规定 我们相信居委会 是出于好心 来有控制的 往外泄露一些信息 但是艾滋病的防治条例当中 有没有具体的说到 比如说对于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信息 在他们的信息保护上 有什么样的规则 条例里呢 它是明确规定了 除非法律明确规定 否则呢 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感染者 包括病人及家属的同意 不能把这些信息向第三方去泄露 如果泄露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比方说民政部门 在负责一个地方的艾滋病病人的调查的时候 是尽可能的人少 知道的人少 而且名字写的要简化 尽可能让信息掌握在更小的范围内 但是咱们以居委会来说 在这一个决委会里面就三个人知道这个情况 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保密的难度 当我们强调社会对艾滋病防控的作用的时候 我们就要充分发挥一些社会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尽量减少知情人 包括我们政府的一些制度的设计 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想到 要尽量的考虑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这种难处 这些年我们看到过很多的新闻报道 国家的领导人 主席总理和艾滋病病人握手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信号告诉我们 说我们应该不去歧视他们 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机制 对大家形成最好的保护 建立机制 首先要建立起来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我们要在观念上知道 我们不能去歧视他们 让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享受和我们一样的权利 这是保障社会公众安全的很重要的部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王老师看全样讨论 今天这个时间 接着做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